這個是油壓的浮袍 這個是油壓的風扇 只要 30 秒 這兩個女生就說完這些 聽完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貨車零件名字 誰說女生不懂車 還要維修貨櫃車 Ivy 和 Emma 都是職業訓練局的學生 Ivy 讀到中三 Emma 就讀到中六 在旁人眼中是典型未能夠在傳統教育之下成功的學生 但來到這裏就如火鳳凰那樣重生 很好玩 我初初都以為進來 可能轉了一些校服 轉了一些制服 轉了一些老師 原來不是真的轉了很多東西 起碼不會一錯到你只是說 我們動了才動完才回來說 這是一個興趣 你想讀那樣東西自然會上心、上手一點 如果你還認為女生學維修汽車很奇怪的話 或者你依然被傳統觀念影響 正所謂根國不讓鬚美 在整班男生同學面前都不認輸 更加寧願學維修貨櫃車 私家車尺寫一架 大貨車 你看 輪胎也有我一半人那麼高 我最深刻的是 當我上到輪胎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老師在問我 他以為我叫救命 以為是甚麼事 立即衝出來就說 我原來沒事的 只不過我靠自己的力量 可以把輪胎托上去 始終我是大兒子班 我的班只有我一個女生 老師剛好叫我去做一輛車 要在輪胎裏面拆些東西來換 但我一個人做的 因為那些組員分散了 叫他們四個一起做些事 我自己製造那輛車 我製造完了 是比他們快的 阿Sir就會叫我去看他們 究竟製造成怎樣 我都會去幫他們 由大型汽車製造商Scania 給職業訓練局的這套學習器材 原來有助學生更容易了解貨櫃車的原理 而且對於他們來說 迷修的辛苦 既有微、弄髒 全部都不是問題 他們要的其實是機會 我不太喜歡做一些事 在局限在辦公室裏面做的事 我喜歡下手下腳 自己做一些事 當你一輛車壞了 但交到你的手的時候 竟然做得翻 有動到又走到 它動到的時候 會有成就感大意的位置 一開始家人、家人都反對 又辛苦又熱又髒 為何無緣無故會製造車 我覺得我要讓他們知道 我選擇的不會有錯 他們兩位暑假就會去Scania實習 留期三年 但要成為駐車輛維修技工 還要多兩年的工作經驗才行 未留的路 他們都說會向著這方面走 行行出狀元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路 團結束 我們繼續在這裡 去到郵寶 我選擇 那一集 我選擇